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呢 不错 这是火 最后一幅图片是甜 很好 现在咱们来看看 会一字又是什么样的呢 你们看我吧 手里有一块饼干 特别好吃 想吃吗 好的 我掰开它 给你们一半 现在你们看屏幕吧 我刚才用两只手把东西分开了 掰子就是会一字 再看下一个字吧 我们想睡觉的时候 我们的眼睛会怎么样 对 我们的眼睛会垂下来 所以 木和垂放在一起就是睡 眼睛垂下来 要睡觉 再看下一个吧 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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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现在咱们来看看 为什么会出现会议造字法呢 我们已经学会的 相形字只能用于 形容一些具体的东西 比如说 太阳 日和月亮 月 那如果我们要 形容一些抽象的概念 如 观明 我们应该怎么办 古人想到了一个办法 我们可以把日和月 放在一起 日和月都是发光的 表示明亮的意思 明